这过晚饭,江宁在屋里等着柳明安,好奇他今天会找什么借口 第一天晚上说床上被撒了水,第二天第三天说被子还没干 昨晚又说屋子里进了个蝙蝠心里隔影,不知道今天又是怎样的说辞 江宁,我我又不小心,把水撒到床上啊 柳明安,能不能找一个听起来稍微聪明点的理由 我应该是真的疯了 怎么不说话啊,算了,过来吧 柳明安感觉自己是飘进去的,直到熄了灯躺在江宁身边 他都感觉自己还没有着地,整个人好像还在天上飘着,脑子里翻来覆去 柳明安,你胆子越来越大了,真不怕我揍你吗 又不说话,再不说话我真的要揍你了 江宁,我喜欢你 虽然早就知道答案,但亲口听到柳明安说出来 江宁还是心神一颤,他有心想说些什么 但感觉在此时此刻又好像什么都说不出口 江宁,我喜欢你 江宁,我想和你成亲,想为你梳一辈子头,给你洗一辈子衣裳,吃一辈子你做的饭 我想和你朝朝暮暮,白头到老,想和你生同亲,死同学 二人紧紧贴在一起,江宁能感受到柳明安身体的某些变化 也能听到他心跳如雷 早点睡,明天陪我去一趟白小楼 好,但是去白小楼做什么 去问问,我们两个人怎么去居水城 查清自己的身世,解决掉潜在此威胁,与你安度余生 江宁这么想着,在柳明安怀中闭上了眼,二人相拥而眠 然而第二天二人并没有如愿去到白小楼,因为衙门里的人来了,说今日四十生堂,处理他们的案子 终于可以了结这装饰了 走吧,去看看县太爷怎么办的案 唐书立拿来成堂证供,几人依次按手印划压 宋明依据大梁律法宣判,猴子和胡老六劣迹断断,意图谋杀,案律当斩,年末处决 赵强利用植物质变下药,私闯民宅,抑郁行窃,杖则四十,收监一年 三代子女不得参与仕途,和镇虎通风报信,算作帮凶,杖则二十,老鱼对猴子和胡老六罪行知情不报 且多次参与其中重要环节,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判杖则四十,收监十年 二位若是想去驱使成,我倒是可以免费给个建议 请讲 顾酒真以酒出名,我每隔半月都要派马车去哪儿买酒回来,赛道卖给林山镇的这些大小酒楼 二位若是想去驱使成,给一百万 我便让我的人去买酒食把二位烧上,送你们一程 可以,下月初一我们二人来找你 一般吃过午饭后出发,卫室,秦公子,夫人如约前来 十六这天,姜宁醒得比平常早 还早呢,再睡一会儿吧 你今天就要参加相试了,你一点都不心急嘛 上辈子,虽然姜宁自己没参加过什么考试,但每年高考季 好像绝大多数考生都是神经紧绷的吧 连带他们家长都吃不好睡不好,跟孩子讲话都不敢大声了 又怕因为一点小事影响到状态 这为什么柳明安还能这么太人气住,像个没事点一样呢 别担心姜宁,我有把握的,相信我 搞半天是皇上不急太剑急,姜宁完颜也不再下操心了 顺着柳明安的意,又陪他睡到平时起床的时间 姜宁和柳明安到衙门时,门外已经密密麻麻的站满了人 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看来多数人都是拖家带口的 各位秀才这边排队,搜身后进入衙门 姜宁,我要九天都见不到你了 没事,我会陪你,去吧 姜宁心念一动,整个人进入了空间 在空间内的姜宁跟着进入了衙门 发现一众秀才都在打卷 这场面确实比较严格,夜间也有衙役巡逻 第一场考的是四书五经,姜宁陪着柳明安 看着他时而皱眉沉思,时而落笔撰写 不自觉地勾了勾唇 三天时间一晃而过,姜宁除了回家吃饭睡觉 一直在空间内陪考 等到第三日午时,衙役收起了他们的相识卷 重新发了新的纸,进入第二堂考测问的考试 古代肯定是由人来亲自批阅 三十六日考试,连考九天,二十五年才考完 结果本月底就要出跑,这来的几百卷子吗 姜宁跟着收卷的衙役一路走到了公堂后的宅子里 发现他把那一打纸递给了宋明 宋明接过,走进了屋内 里面坐着两个年岁较大的老人 今年南宫丞相的科举改革 倒是给我们省了不少事 不用专门跑到州府去了 比起以往可方便太多了 也不知道宝吉限这二十九个秀才 里面能不能有两个真材实料的举人 好像有了 纸上,端端正正的迎头小凯映入眼帘 江宁一眼就认出这是柳明安的自己 哎呀,这个秀才不错啊 思路通达,文采不俗 见解深刻,还写的一首好字 不错不错 确实不错,观念新颖 思维超前,有眼见 单看这一堂考试,绝对超凡脱俗 就看他后两堂成绩如何了 希望后面不要虎头舍尾 二十五日,乡试结束 柳明安跟着一堆货优惠喜的秀才走出衙门一瞬间 只觉得阳光有些刺眼 柳明安在人堆里找了一圈 没看到那个日思夜响的人 回来了,吃饭吧 江宁,我觉得我考得挺好的 应该是能中举的 你肯定能中举 这么相信我啊 实际上,江宁能这么肯定 当然是因为在第二堂考完测问后 他又去听那两个批语的老人谈话了 饭后,柳明安莫名觉得自己好像经历恢复了许多 最后才被催促着上床睡觉 柳明安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 江宁看他睡得沉 吃早饭也没叫他 心事要二十六了 还有五天 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没事的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江宁唯一担心的就是 自己被卖是因为所谓的大事的罪名 万一园主真是个不守复道的女子 那她岂不是还有一个夫君 江宁,过两天陪我回荷花寺一趟吧 我去给我父母道个别 于是在乡市榜出来的前一天 柳明安带着江宁 回到了荷花村 二人回到村里时 正好是大中午炊烟鸟鸟的时候 我早就知道我要离开荷花村的 从小我爹就不怎么让我做农活 他就一门心思让我好好读书 让我参加科考入室 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这么强的信念 之前没觉得这个地方好 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好像除了三叔婆关系我多一点 我跟其他人都没什么关系 现在一想到要走了 却猛然觉得这个小小的荷花村 看着也挺好的 江宁没有答话 鸡鸟链就灵 十余四骨鸢 多数人对故土的眷念都是深沉的 他永远无法感同身受的理解这种情感 雷有承诺以对 老人一直把柳明安当作亲孙子看待 知道要分别了 没忍住红了眼眶 明安 你有出息 你爹娘在天之灵会欣慰的 自已在外多保重 老婆子等着你依捡还乡那一天 柳明安听着三叔婆真心实意的叮嘱 连连点头应允 十月底 乡市放榜 衙门在武时贴出公告 中取之人可入内领十两白银 乡明和柳明悠哉悠哉的走到衙门时 此处已经人满为患 完全不见平日里的僻静宿目 怎么感觉人比考试那天来得还要多呢 来太热闹的 毕竟四年一度 也算个大事 那我们怎么挤得进去 不用我们去挤 放心 果然 武时已到 官差拿着一张红底飞刺的指贴到了大门外的墙上 举人有两个 柳明安和无人节 两位举人 倾入衙门领银子 江宁 你在这里等等我 哎 这个举人这么年轻啊 我怎么没见过他呢 是哪家的公子啊 我见过 他不是镇上的 是孙礼的人 先前还在小编摆摊摆卖字画呢 里面有盖了公章的官文 可以证明你举人的身份 你带着他到了京城才能参加会试 好好保管 切记不要弄多了 多谢大人 刘举人不必道谢 本官当日看你壮旨 就觉得能写出那样一首好字的人 不会局限于一个小小的临山镇 大人谬赞了 你的相识卷 本官也看了 文采斐然 远见着实 更难能可贵的是 你有一颗为国为民的心 宋明定定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眼中有沙纳的恍惚 似乎看到了当年那个字译 刚才那个无人节 这辈子考个举人 就算到头了 但你不一样 因此本官多嘴提醒你几句 他日入了皇城 春风得意之时 千万不要过早的参与党派之争 装聋作哑 装风卖傻才是上策 只有先保全了自己 心中那些理想和报复 才有施展的可能 为什么现太爷会苦口活心 跟我说这些呢 刘举人 宋大人不是话多的人 他今日跟你说的 你若有心 就记着 若不爱听 就到耳旁风算了 刘举人 不知你年岁多少 可有婚配呢 你是 哎呀 刘举人连我身三娘都不认识 不过也是啊 您一心只读圣贤书 不关心旁人琐事也是正常的 要不然 那能小小年纪就考上举人呢 您说是不是 这个身三娘是灵山镇最出名的红娘 平日里求着她做媒的人都能踏平她家门槛 如今她主动找上柳明安 她是不多时就要好事将近了 刘举人 您年轻又为 又一表人才 只要你开口 我保证给你找个如花似玉的小娘子 只要事成之后 嘿嘿 谢谢 不需要 刘举人 先成家在立业 听说过没有 这家里有个可心儿的人啊 在外闯荡心里才有着落 真的不需要 你找别人去吧 身三娘是最会看人下菜的 若柳明安粗言恶语的吼她 让她滚 她反而实相 不再纠缠 可现在看这个举人脾气很好 那自然要软磨硬泡一番 做成了可是一桩大生意呢 刘举人 您听我一言 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柳明安 看见没有 我家里已经有如花似玉的小娘子了 不劳你费心了 我们回家吧 d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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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